护生命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一点是 念一下 体悟无常 这个体就是要真实的去感受 用你的身心生命去感受 这个世间一切变化无常 所以各位要像今天一样 一天的时间 我们来受八幻灾戒 来皈依 要来受五戒 要来修十善业 甚至远用菩提心来修行 老实说啦 就像你跑遍全世界 拥有全世界的财产 但是各位都知道 那个都是带不走的 虚幻的 那这是一个因缘果报 所谓叫因缘果报就是说 就像你的身体 比较健康 生病 长寿 高矮 胖寿 这是你的因缘果报 但是呢 那是暂时的 有时候人会为了十公分在那边计较老半天 一百六跟一百七好像差很多 这样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差很多 双眼皮 单眼皮 干脆给你三眼皮好了 但是为什么别人鼻子比较高 我的鼻子比较矮 为什么别人住的家比较大 我的家比较小 这个就是肤浅 就是聪明 不是智慧 因为就是怕输人家 为什么怕输人家呢 因为面子的问题 什么叫面子呢 就是我职啦 绝对有一个我 我要比别人好 我不能输人家 所以就有这个比较性 如果这边现场人都一百四十公分 就你一百五 你就很骄傲了 那人就是这样子 有这种分别比较 但是却忘了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想生命的本质各位都会知道 你也讲 无常苦 我们这个身体 肉体 世界那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生老病死 这一点你要经常去思维 如果你不去思维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八万灾戒 每个人都要受 我也来受 八万灾戒就是要断除轮回的因 所以它有功德 八万灾戒一天的功德超过一辈子受五戒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它体悟到无常 那受五戒是一个因果道德 那至少你受五戒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但是我们都怕地狱轨道出生道 那明明我们在人道 那做人这么殊胜 那么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人才可以成佛 所以 那我们要体悟这个道理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因果轮回的问题 那只要我们累次造了一夜 善夜 恶夜 到现在还在造 因为我们的念头一直在动 哪怕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在修行 也是在无常里面 那至少我们在无常里面 累积一个 念一下 善业 解脱的因 净土的资粮 成佛的资粮 那这样我们就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各位今天说 有人说 我给你一百万英镑赚 你不要来受八万灾戒 好不好啊 真的吗 对 要很勇敢 你老公说 你不要给你受八万灾戒 我就不跟你离婚 好不好 No 我要受八万灾戒 那个只是一种感情 你爱上一只狗 事实上那只狗是你儿子而已 没有别的道理 但是很可怕 它会比你早死 但是如果你对那只狗执着的要命 更有另外一种可怕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它 它下辈子还投胎做狗 你就会去陪它做狗 你还要跟它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人爱狗超过人爱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狗 我们跟它之间的感情 那只猫 大部分都是孩子来投胎的 甚至是堕胎的小孩又来投胎了 如果你没有超度它 你还是欠它感情在 肉体在 你还是会更疼它 然后又要想说爱比你苦 因为它又会比你早死 那这些道理各位要一直去思维 一直去思维 生命活着还真苦 没有一样快乐 请问各位坐在这边的法师快不快乐 不快乐 但是我可以接受这各位 本来这个身体就很痛苦 对不对 然后为了传戒还要 师父你又穿了 没办法了 要传戒了 你知道这边还好 我们在天气四十度 五十度 都还穿着这个呢 因为没办法了 但是这个苦有意义 修菩萨道就是要修空性 为什么要有空性 就是不怕苦 你才可以修空性 才可以做菩萨 菩萨要不要下地狱 要不要下地狱 要啊 你不知道地狱怎么度地狱的人呢 但是如果你怕苦 你就不行 菩萨要不要投胎做动物 要啊 你喜欢狗吗 那你要投胎在很多动物的地方去度它们 你要超度鬼吗 那你要跟它合在一起 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做鬼啊 面燃大师就是观音菩萨做了 他一直在被火烧 跟同样的鬼受同样的苦 但是以这样子的同事跟他们合为一体 引领他们超度 但是如果一个菩萨觉得说 还有一个我的身体在受苦 我的生命在受苦 他就做不了菩萨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一直强调空性 无我的空性 破我直 那你才能够圆满悲心菩提心 所以至少我们了解这个了 所以现在以后各位生病来了 痛苦来了 你要认为说 那个是破我直最好的机会 不会骄傲 不然说我很有钱很漂亮 你很有钱也很漂亮 拉个肚子你就惨了 你不要骄傲 但是世间现在就是表现骄傲 谁的地位 读书 外表 穿衣服 车子 好像每个人都在比这个 国与国之间 公司与公司之间 人与人之间 都一直在凸显自己 会赢过别人 那各位要知道 所以你修行要知道 哦 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 是自己的 无明居然去执着这些变化无常的 而且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 那当然你要做菩萨 那根本不能有这个我 现在你活得很健康 哦 明天你去视线得癌症 三个月以后死 然后这三个月得癌症 坐在癌症医院 你就可以度癌症的病人 要不要去 想说 弄 那弄你就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你就没办法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劝人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因为你从极乐世界再来你就没问题 因为极乐世界你就可以证得无声法忍 无我的空性 视线什么都没关系 而且永远不退转 阿毕八字大悲不退转 当然做一个菩萨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历来祖师菩萨都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时候再来没问题啦 做神父被烧为无所谓 你今天要做一个菩萨 各种宗教各种情况你都要去参与 你不能说我是佛教徒 你不同宗教我不参与 那就不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念一下 大悲普负 他的大悲心 普负一切 所以为什么要有空性 空就是融入一切 无我就融入一切 你变石头我就变石头 你变花我就变花 你变恶鱼我就变恶鱼 如果像各位这么爱漂亮 下辈子叫你去视线做恶鱼 supp But then, therefore I call my democratic looks 噢! Noah, finishing my dark 这么丑做恶鱼 那你就度不了恶鱼了 所以我想做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普门视线 对方视线什么他就做什么 但这里面有很多不方便 posts about terrace and Elohim 因为很多现在社会有讲个性 講个人的私生活 但是我们出家 GP Projekt darauf, tenemos 像我刚出家 我們睡的地方是三十六個人睡一間 根本睡不著 為什麼有人晚睡 剛剛睡有人又早起 兩點半他要起來拜佛 然後這個就是師父說就是要這樣磨念 磨念到你心裡瓶頸 那有些法師就說 你們這邊吵我就躲遠一點我要打坐 那我師父說那你也沒用 因為你偷偷躲到樓梯旁邊去打坐 那你就沒有跟大眾融在一起 你還是享受孤獨的生活 你最多修解脫道不能修菩薩道 所以菩薩道各位要故意去磨念自己 哪裡有困難 哪裡有災難 哪裡有不方便 各位要去視線 所以現在英國有一點脫歐問題 所以各位故意要移民來英國 對不對 我要來幫英國 所以哪裡有災難 然後下回換摩西哥你要去吧 下回換非洲你要跑第一個 而且要帶好福報去 修了很多福報 到非洲去做一個布施金錢的人 對不對 替他們受苦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偉大的佛陀要我們學習的 了解眾生苦 發起大悲心 成就菩提心 不然的話就沒辦法度眾生 所以這件衣服是地藏王菩薩設計的 地藏王菩薩為了開發九華山道場 他跟敏公要土地 他說把他的袈裟紅色的布覆蓋上去 結果附了整個九華 九朵蓮花 所以叫九華山 那這個布上面有二十五塊布 為什麼呢 因為地藏王菩薩的悲願 整個所有的眾生合起來有二十五種 所以我們叫二十五有 所以這個布有二十五塊連起來 各位要不要穿 你一定要說要 不穿就不是菩薩 我要穿起來承擔 所以海青代表一種慚愧 黃色的代表空性這個意思 在空性的範圍之內 在這種忍入空性無我的狀態 發起大悲心 要去承擔所有眾生的苦 那事實上 這也是佛陀要我們學佛的本意 我想各位今天來受一次一天的八關在戒 但是我們想的是為眾生受戒 鬼也好 受戒也好 我們做了很多功德 然後我們在講法師慈悲 為我們解釋無戒 十善業 功德修行 雖然我們時間不夠長 但是要麻煩各位自己多多看看經典 或善知識的書 了解無戒的功德 如果你了解我想沒有人不受了 因為大家都要快樂嘛 所以當然我先簡單的這樣解 生命本來就是痛苦了 所以我們要把握 所以生命的目的就是要解脫痛苦 那你要解脫痛苦 你要消除貪嗔痴 所以不讓自己再造業 像今天各位就不容易造業 今天在八關在戒的加持 大家念佛 念法 念生 聽聞佛法 持戒等等 還要布施幫助眾生 如果你能夠經常如此 那就是很有智慧 很有福報的人 所以各位要羨慕 哎呀哪一天換你出家好不好 特別在英國出家 那你功德太大了 因為沒出家人 沒有 沒有本地的 都是外地的 像我們這種流浪漢 所以 但是英國難道不需要佛法嗎 各位現在至少住在英國 搞不好你已經拿英國的居民護照了 你是英國人啊 對不對 但是你會講英文 又認識那麼多朋友 你會講中文 那你要很積極地去推廣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有這個願力 希望消費者帶更多的英國人 來受八關在戒 跟誰受 跟你受 你傳給他們 早上說了 你受過八關在戒的人 那在沒有正式法式傳法 你可以代替 傳給他們把晚才戒 告訴他們 大家怎麼來受戒 怎麼來修行 為什麼要受五戒 受五戒你就不會造惡業 不會造惡業 就不會墮落地獄鬼道出生道 現世也不會有什麼大車禍 大災難 大病苦 這樣 所以不殺生的人得無病長壽 不偷到的人不找小偷 沒有這種金錢的災難 比較富貴 不邪淫的人家庭平安快樂 人際關係好 不妄語的人福報大 法源人員好 不喝酒的人意志堅定 沒有三十六種過失 所以那這些都是一個福報的基礎 但是我們站在菩提心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 自己做 但是功德供養給眾生 各位這記住很重要 你千萬不要跟他說 你不要生氣 你不生氣的在這個功德 默默回向給他就可以了 他就不會生氣了 不然就是五十步 笑百步這樣而已 你怪不得講不動對方 一個人為什麼影響不了對方 因為你沒有達到究竟這樣 所以你的兒子怎麼樣 兒子媽媽 兒子怎麼樣都是爸爸媽媽傳給他的 那你要改變兒子 那你唯有改變自己 永遠記住這個道理 那你才會更精進 所以今天一個人首八萬災界 一日一夜就可以影響整個世界 整個社會了 你都沒有跟對方講話 但是他已經影響出去了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這個真理 緣起 信空 一切的存在 都是互相影響而存在 沒有單獨的存在 所以各位要用好的影響力 善業去影響這個世界 不要用惡業去影響這個世界 所以你一個人吃樹 雖然你一個人吃樹 但是這個世界就被你影響 就像你在這個世界多種一棵樹 這個世界空氣有沒有好一點 就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人種環保 從個人做起 所以你當然你究竟成佛了 那這個世界會因為你改變 所以要這樣追求 好 無戒者即是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飲酒 此無戒是一切戒之基礎 全人生 什麼叫全人生 健康 財富 家庭美滿 口才好 腦筋好 意志堅強 這個一個圓滿的人生 這樣你才 這個變成個法器 如果你有個圓滿的人生 那你在做什麼就方便 叫全人生去解脫 那不會墮落善惡道 而且 戒 將來可以正順解脫之本 那是無上菩提之本 所以如等 既發心求授 這個發心很重要 各位要發無上菩提心 好不好 不要為個人解脫 或是個人的福報 但是你不為個人福報 而發為眾生受戒 你反而得到的福報更大 因為回向給一個人是一份功德 回向給無量眾生變無量功德 所以早上說了 為個人的快樂受八萬載戒 二十小節 但是為無上菩提受八萬載戒 兩百萬節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發無上心來求授五戒 那這個發無上心守五戒 就像各位皈依的 你就想 願所有眾生 將來都可以聽聞佛法皈依三寶 這樣 哪怕一身螞蟻 但是各位你現在對人 你可能沒辦法 因為它已經有固定的信仰 但是對動物 對無形眾生 對天神 你要經常念 歸佛 歸法 歸神 養成習慣 碰到大海 吹到風 看到樹林 願這些樹林 這些眾生 乃是樹裡面的鳥 螞蟻 歸佛 歸法 歸神 那我帶各位念三規咒 你講 歸佛喀 這是個皎 這個皎就是讓他們聽到的都歸 歸佛喀 歸佛喀 然後把它背起來 不但他們歸 而且整個地方都進化掉 也叫轉 不乾淨為清淨的咒語 所以我们都用这种菩提心当愿众生 我想各位今天皈依受五戒 需不希望你的儿子受戒 当然希望 为什么希望 爱他嘛 慈悲 需不希望爸爸妈妈受戒 当然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现在好 来世也好 持戒可以有福报 持戒可以升天 持戒可以种下解脱之本 持戒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都去影响别人 但是你要影响别人 你自己要做得好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会煮饭 要会讲话 要会笑 要会做事 走到哪里人人欢迎 像个隐格心一样 因为这样是为了让对方看到你 愿意接受你的佛法 人格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人格 原不圆满 太圆满了 所以各位为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只是传个简单的上规五戒 但是你要有很圆满 很圆满的人格 所以在这一点我一直强调 因为各位有家庭 如果今天你是个佛教徒 你先生没有信仰 你的儿子很喜欢基督教 如果你都可以让他们从心里佩服你 那你是真正的佛教徒 佛教徒不是给他讲经说法 说教 佛教徒是用你的心 达摩祖师最重要 再念一次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这是你给别人的一个感受 一种心态 而且特别各位喜欢度鬼神超度了 连鬼都要尊敬你 因为你的心态动机 这个是你必须培养的 所以你必须在你的人群单位里面 成为一个被尊敬尊重的人 那你一定是很道德 很忍辱很慈悲 而且默默的不断的在 为他们修功德回向 嘴巴不讲他们错 心里承担他们的业 广修功德又回向给他们 那学佛要变成一个默默行善的人 所以那这样呢 用发这样的心来持戒 不负 所以受以应延迟 那既然各位受戒了 叫严格持好纪律 不负尽士之圣名 三规一的弟子叫尽士 接近侍奉三宝的人 就像你是国王的侍卫 你不能做不好 对不对 你已经接近了 接近了 三宝这么接近了 那你应该做得比别人好 如等既知五界之大义 今当起立端笔虔诚 自心奉请三宝万灵 而为正乎 自心做官 随我引请 这个官各位一定要学 官是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真的降临了 事实上有没有降临 有没有 有 只是我们这个业障的眼睛看不见了 一句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马上降临 这是百分之一百 各位一定要相信 我强调再强调 好不好 那你和长 我心情不好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来了 你跟观音菩萨请恕你的心态 求观音菩萨加持你 OK 你永远就不会依赖别人 老公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不用打给他 打给阿弥陀佛就好 他听你电话跟你挂 你烦不烦 但是佛菩萨永远 所以观音菩萨是永远的倾听者 叫观世音 就怕你不念他的名字 就怕你不起请他 阿弥陀佛要是佛 不动佛任何一位都一样 所以佛力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要这样做观 诸佛菩萨都降临了 这个比结婚重要百千万亿被欧 这个是影响到了我们的 生生世世的生命 然后呢 诸佛菩萨护法神都来降临 这个世间 古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要受戒 连皇帝都要知道 哎呀 我们国家有这么重要的人 替国家 所以我们要受戒 连所有的生命都知道 再来忏悔 我们无始罪业 障必本心 很多人说我想要学佛 看着老半天经典看不懂 因为他业障没消除 这简单的经典他也体悟不了 嘴巴会念 但不了解意思 所以这一点啊 并不是说你很会读书 你读到博士你就会看经典 还是看不懂 会念看不懂 不懂得用 所以为什么要 要累积之良 撺除业障 你才可以了解 什么叫菩提心啊 什么叫空性啊 不然没办法 你就得不到戒体 也得不到佛陀的心法 但是各位一定要承认 上面所做的 你都有做 好不好 上面所犯的 你都有犯 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世 我们可能都犯 像我老实说我毁谤过佛法 因为一开始我刚学佛的时候 是学净土宗 学了半年 然后呢 当然也认真 后来他们就教我去学 巴黎文的解脱道 我就到缅甸 结果我去了以后 哎呀我就是这个念佛 不究竟 对不对 然后我在那边学了一两年以后 然后又回到 又来台湾 然后又开始学大乘佛教 嗯还是这个究竟 那时候还不喜欢念佛 那听人家念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念这个 因为我被影响了 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学佛没有清净到善知识 很容易毁谤佛法 很容易毁谤 后来有人叫我去做电视台的访问 访问上师 我才听一听 哎呦道理不错 所以那我就有因缘了 所以对我来讲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儒教 佛教的各宗派 我都有参与过 现在想一想 这也是我的福报 现在不敢了 通通好 但是过去都造了这些业的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虔诚 过去有没有杀过爸爸妈妈 有没有 你要说有 你杀死一只猫都是爸爸妈妈 你在这个世间都有业的 没办法的没办法的 多一个胎等于杀掉多少亲戚朋友 而且你的儿女有可能都是你过去的妈妈要来投胎的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去伤害他 都是跟你很接近很接近的缘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小孩 就这个意思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 我再问 有没有杀过父母 有 真是如此 好像我妈妈从小把我一只我最爱的狗 把他放生了 还有我哭了很久 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还会想到他 我只要经过我妈妈放的地方 我就在那边停了十分钟 在那边默哀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跑去那边等 我妈妈 奇怪你怎么一个两个钟都没回来 我就跑去那个地方等 我找我的爱人 鲁鲁鲁鲁鲁 你在哪里 所以我后来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 你要忏悔不然以后你会被抛弃 你乱讲 我那怕抛弃 因为我妈妈就被他爸爸抛弃 他从小恨他爸爸 不能叫我外公叫他外公 因为我妈妈有这个业 有这个业 共犯是我哥哥 因为我哥哥也不喜欢狗 我妈妈把他蛋液给放了 但是这个业就在了 所以我妈妈在世 我都跟他说妈妈你要忏悔 因为这个我已经努力超度他 但是他一定会跟你结二元的 我甚至跪下来跟那只狗说 你要体谅我妈妈 这样 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很多时间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不知道 所以各位要经常拜八十八佛 就是这个意思 甚至做错什么不知道 那你要拜慈悲三昧水灿 因为三昧水灿 把一个人生口意 因为贪嗔痴三种烦恼 生口意所可能造了一切恶业 而且这个恶业 会让你堕落地狱到恶鬼到处 那怎么样的苦写得非常清楚 就像一个大开刀一样 三昧水灿 一天就可以拜完 各位可以去把本子请过来 有简体的有放